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成讲究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扎好骨架 表面糊上纸或者圈 然后在上面绘出图案 最后拉着记载上面的长线借助风力飞上天空 风筝是多身份的 它又是运动 它又是玩意儿 然后它就和民俗就融合起来 最终就走到了艺术舞台上 风筝除了用于娱乐运动 它还有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京城金马派风筝 金马派风筝的名称 取自艺人金服中和马进的名字 金服中制作的风筝 造型大气 极具皇家风格 马进擅长公比 特点是造型规整 上色雅丽 关宝祥作为两位大师的弟子继承了他们的艺术风格 并且融会贯通 形成了金马派风筝 金马派风筝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元素 开发了京剧脸谱 民间典户等多种风筝题材 吕阳从小在胡同里长大 对他来说 飞舞的风筝伴着歌哨声 代表了老北京的韵味 2014年 吕阳辞掉了程序员的工作 跟着父亲开始学习制作风筝 我那一发小 聊天的时候就说 你程序那东西丢了不可惜 这个东西现在要是没人接的话 你丢的百年传承 你这可罪你了 吕阳的父亲吕铁志 是京城金马派风筝第三代传人 他的师父就是第二代传人观宝祥 吕阳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拜访官爷爷 说到关于金马派风筝的传承 吕阳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们这风筝拿出来之后 他要从行意情趣四个方面去欣赏 取其二者为流 三者为传 四者为成 你四个都留下来叫传承 也就像以外访哈哈哈 是极其中人的皆是最大的 帮助 你这能够照明了 想到这类传承 我查这些事情 是哪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